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 生日礼物 谢谢爸爸 我还以为你把我的生日都忘了呢 这叫什么话 董事长 找我吗 海尼亚 来来来 坐坐坐 我听小梅说 昨天你们一起吃饭了 对 没有得到董事长的批准 昨天就跟她一块去吃饭了 这种事情不用我批准 一开始我还不知道原来昨天是她的生日 我本来呢也想替她向你道歉 我的这个女儿啊 被我们从小交惯坏了 任性 骄横 没有几个人能压得住她 我是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不过我没想到她和你谈得很投机 看来啊 还是你有办法 海尼啊 我很了解你 也很相信你 小梅在上海呢也没几个朋友 看来我得把她交给你了 董事长在跟我说笑吧 不 真的 我不是在跟你说笑 小梅的脾气我还是知道的 我看得出她很服你 嗯 说句心里话还念 我还真的拜托你了 多和她聊一聊 好好地替我指点指点她 我知道了 董事长 喂 哪位 爸 小梅啊 你找我什么事啊 我不是找你的 我想找你们公司的总经理 你把她的电话告诉我啊 好的 你找海宁啊 等一下啊 小梅呢 喂 你好 总经理 谢谢你昨天晚上 陪了我这么长时间 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 我 是这样的 我在茂名路上 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咖啡馆 我想请你到那里坐一坐怎么样 对不起啊 我最近实在没空 这样吧 我下期再请你 我一定会请你的 那好吧 再见 再见 你小心闪药 没事 你疼不疼啊 休息会儿吧 没事 来 真的很不好意思 那么多东西 这样 我今天晚上请你吃饭 跟我还客气什么 强子 真的很不好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和高琴 不也经常蹭你的菜吃吗 这叫互帮互助 我都没跟你客气 还跟我客气什么 没关系 交给我 没关系 交给我 简妮 你当心点 这都是什么呀 这都是刘斗的书 他们学校宿舍要翻新了 所以把书先搬过来 你不是要准备计算机考试吗 怎么又跑过来了 我都快闷死了 出来散散心 等一下吧 简妮 你来了 你好 快进去坐呀 来 走 强子 你放下吧 你去照顾简妮 我自己来弄吧 很重的 你搬不动 先放你房间吧 你怎么还站着 像个客人是吧 快坐啊 她不是说只住一个月吗 这样看上去好像要长期住下来啊 可能是吧 你们这样和一个女的一块住 好像不太好吧 怎么 你不高兴了 我为什么不高兴的呀 只是你们男男女女同居一室 小声音 别人来说啊 什么叫同居是 明明是三四嘛 怎么 是不是对我不放心啊 老实告诉你 我是不会喜欢她的 你知不知道她多大了 都快三十了 比我大这么多 我不会喜欢比我大的女人的 哪怕就只有大一个月 再说了 她是女博士人 多可怕 你够可以啊 连人多大了你都知道 这不是上次聊到的吗 她说她八年以前大学毕业的 你自己算算 是不是快三十了 你听得够细心 算得够仔细的哦 得了得了 你就饶了我吧 好了 我也回去了 你怎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姐妮 你别走啊 一会儿吃饭嘛 吃完晚饭再走 今天我请客 是啊 吃完饭再走吧 不了 我应该回去复习了 本来呢 我就是出来放松放松的 不过现在 我已经很放松了 好了 拜拜 我送你啊 好了 你可以不用送了 你呢 多留点力气 也可以干得更慢力一点 喂 我觉得你耍小脾气的时候啊 特别可爱 柳经理 这里有几件事情 我向你汇报一下 一个是亚双系列广告的投标单位 我们企划部呢 经过再一次地考察笔稿 我们一致认为 元素广告的创意和制作实力 都略胜百度 所以我们初步决定 把这个项目给元素走 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这事情就你来安排吧 等他们的方案出来之后 我们再做讨论 好的 我明白 董事长 董事长 请坐 我不坐了 我有事马上还要出去 韩年 你出来一下 我跟你说几句话 好的 韩年 下周我要回一趟总部 可能要待上一段时间才能回上海 我想在走之前搞一个家庭聚会 请一些朋友到家里来聚一聚 我和安红结婚以后 她母亲突然就病倒了 所以一直没有请朋友到家里来聚过 现在她母亲的病情稍微稳定一些了 我想这么搞一次 到时候你也来 这也是小梅的意思 她说约你两天没有约到 我说这两天是你最忙的时候 是 这两天我的确是比较忙 那星期五就请过来吧 你要来的话 小梅会非常高兴的 好的 那我先走了 对不起 娘 你一会儿直接回家吗 是啊 我跟你一块儿走 今天啊 我到你们那儿蹭饭吃 这怎么能叫蹭饭呢 这叫共敬晚餐 要不要我回避一下 让你们俩点两根蜡烛烂漫一下 不用 有你在 我们照样可以浪漫 你就不怕我妒忌啊 妒忌 你妒忌什么 你妒忌我还是妒忌强子 这个问题 倒还真挺难回答的 下班了 现在就开始浪漫了 你看到了吧 看到了 就像拍日本新生片一样 走 你怎么不讲话了 一阵子没见过你了 最近好吗 挺好的 搭两分工 钱挣多了不少 妈那么辛苦啊 钱是赚不完的 怎么几天没见你 突然变成文雅起来了 人嘛 总是要变成熟的 是的 我同意 失熟了 其实前两天我看见过你 是吗 在哪里啊 在一家冰激凌店 你在里面我在外面 和一个女孩子啊 我记起来了 那怎么不叫我呢 我怕影响你吗 对啊 什么影响不影响 那天那个是我老板的女儿来的 正好那天是她生日 所以被她拉去吃冰激凌了 我知道了 你们老板的女儿看上你了 别瞎说了 我没有瞎说 一个女孩子在过生日时候 约的人呢 肯定是她喜欢的人 你别给我推动了好不好 我心里真烦着呢 你知道吗 被人家看上了 那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来的 特别是给自己老板的女儿 要是处理的不好 会有一些麻烦的 而且会伤到人家 要是像你这样说的话 该怎么办呢 哪里凭上很多那个 鬼主义的人 要是你是我 你会怎么办 那我礼拜五呢 老板家里会办一个派对 那我该不该去呢 如果你喜欢她的话你就去 不喜欢她的话当然不去了 要是这个事件上的问题 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就好了 我是说 如果我是不喜欢她 但是一定要去 那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她 让她明白我的意思 请你这么说 你是不喜欢她的 那好吧 你就说你有女朋友了 这个主意是不错 但是 人家没有跟我试过爱 我去主动告诉人家 我有女朋友的 真的会不会有点傻 我是说等她跟你说的时候 你才告诉她嘛 要是等她跟我说的时候 我才告诉她 太迟了 你知道吗 女孩子的自尊心 是很容易受到伤害的 那就等到那天的时候 你带一个女朋友去 她不就知道了 这个倒是一个挺好的主意 带一个女孩子去冒充我的女朋友 我把她一带去 她是聪明人 她一看就会明白了 但是 我去哪里找一个这样的女孩子呢 这么一个天真的好演员在你面前 你看不到的 不是你吧 我是学过表演的 应该没问题的 那好吧 宝洛先生是法国欧非化妆品公司的 中国地区总代理 这是我夫人安红 你好 宝洛先生 欢迎你到我家来做客 你好 你好 我看过你演的剑林 我觉得你比剑林长得还要漂亮 是吗 谢谢 宝洛先生本来很想让你成为他们那个 夏儿立人化妆品的形象代言人 对 可是被先生说 你必须是亚氏王的代表 我准备有本人 好 你先坐 是 英子 你怎么来了 你好 你好 董事长 没经理允许 我就把英子带来 希望你不要介意 没关系 非常欢迎 海宁啊 原来英子就是你的女朋友啊 你怎么不早说啊 要不然我也不好意思 让她去照顾我妈妈了呀 那是两回事嘛 我是说 我很乐意照顾安婆婆 别站这儿说了 你们两个随便坐 随便用点啊 好 你好 我看过你演的剑林 我觉得 你比剑林长得还要漂亮 是吗 谢谢 华洛先生本来很想让你成为他们那个 夏儿立人化妆品的形象代言人 对 可是卑先生说 你必须是亚氏王的代表 我就没有本人了 好 你先坐下 英子 你怎么来了 你好 你好 董事长 没经理允许 我就把英子带来 希望你不要介意 没关系 非常欢迎 海宁啊 原来英子就是你的女朋友啊 你怎么不早说啊 要不然我也不好意思 让她去照顾我妈妈了呀 那是两回事嘛 我是说我很乐意照顾安婆婆 别在那儿说了 你们两个随便坐 随便用点啊 海宁 就是她 你好,小梅 她是... 我来跟你介绍 秦英子 非常美 也好 见到你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 海宁,你过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这怎么回事啊 那秦英子是谁啊 你有女朋友 是啊 对啊 对啊 你不是没有女朋友吗 怎么会突然奔出一个女朋友来的 我很干认识没多久的 是不是真的 我怎么觉得这件事情 好像不太对劲似的 你在搞什么鬼 什么搞什么鬼啊 这样的事情 能搞出什么鬼来呢 我的意思是说 反正你这个事情 就是挺让我失望的啦 我一直都觉得 你是个挺专情的男人 没有想到 才过了这么两天 你就交了新的女朋友 而且还是个 和安红长得这么像的人 他们两个人在我的眼前 晃来晃去的 我能受得了吗 你是说 她跟你安红阿姨 讲得很像是吧 她本来就是冲着安红的戏来的 要不然 我们还碰不上了 我过去那边看一眼啊 事情不妙了 她在怀疑我们不是真的 真的啊 不要那么大的动作 她就在那边 一直在看着我们 她怎么发现你的 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发现的 她说 我们俩不像是在谈恋爱 我觉得今天这个事 真的很东巧成熟了 要是真的给她发现 我们是装的 那就少了 你搂着我 你搂着我 我说你搂着我 她在看着我们呢 你搂着我 站住 你搂着我 好 走 你搂着我 再要再噢 我快点啊 就走 你搂着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你今天帮我的忙 不用谢 我喜欢做你的女朋友 真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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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她来了 我们走吧 她走了 我们去吧 那要不今天就算了 改天忙 你好意思吗你 你就这样打发我啊 你是好意思吗 好意思 好意思 来啦 爸 皮特 你干嘛 你喝很多酒啊 是啊 阿妮 我爱上了一个 酒吧里的女孩 酒吧里的女孩 你说那个王菲菲啊 我觉得挺合适的 而且我看得出来 她对你挺贴心的嘛 不是她 我怎么可能是她呢 我喜欢的 我喜欢的是一个 叫秦英子的 秦英子 你说 你说在酒吧里跟你吵架那个秦英子 不可能吧 没错 就是她 在你们老板的婚礼上 她 我突然发现 她是那么的漂亮 她简直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了海妮 我一下 被她俘虏了 你们两个是不合适的 阿妍 你为人都这么说 是不是 是不是你也喜欢她了 我 没有 没有 我才不像你的 我没有那么容易喜欢像另外一个女孩子的 那太好了 太好了 阿妍 要是你对她有感觉的话 我瞒了 我一点戏都没了 阿妍 没有 这事 你一定要帮我的 我帮你 我怎么帮你 你自己喜欢女孩子 你自己去追 干嘛把我参合在里面 还要完事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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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了 原来她不理我 我真是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她见了我 连见眼都不看我一下 把我当成坏人一样 你要我帮你 你要我怎么帮你啊 有办法的 你呢 替我在她面前美言两句 帮我推破推破 把她对我的意想完全给拧过来 阿妍 只要你想做的事 你肯定会有办法 看你的了 阿妍 啊 就这么说定了 阿妍 你一定不能拒绝我 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我 我可是你 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你一定要待遇我 帮我这个忙 小妹啊 嗯 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多关心点家里的事情 安红阿姨这日子很忙 家里的事顾不了很多 就全靠你了 知道吗 嗯 知道了吧 嗯 你们那个戏准备得怎么样了 让人改的剧本出来了吗 爸 海宁带来的那个女朋友 你以前见过吗 啊 见过一次 她很想演见安红阿姨的片子 是海宁介绍她和安红阿姨认识的 她演电影 她的气质行吗 这个女孩 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 修养和气质是欠缺了一些 你安红阿姨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所以还在犹豫啊 爸 你说我和她谁好看 那当然是你好看了 好 来 爸 出去吧 好 我上去了 哎呀 这个孩子 就喜欢人哄着她 被我从小惯坏了 哎 安红 嗯 我刚才说小梅比英子长得好看 你好像不大开心 怎么会呢 在你眼里啊 你那个女儿 永远是全世界最好的 谢谢大家 非常好 穿上去 嗯 啊 嗯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 海宁吗 我是英子 英子 你好 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 我刚刚爬起来 昨天晚上这么梦到你了 所以打个电话跟你说一下 那好吧 我现在正忙 晚一点打电话给你吧 好啊 我想如果你晚上有时间的话 请你喝咖啡怎么样 晚上 好啊 你说在哪里 你说吧 你说了算 那就明点吧 你知道在哪儿吗 知道知道 那好吧 今天晚上见 拜拜啊 拜拜 明点 明点在哪儿啊 对啊 我已经到了 没关系了 堵车天天都会有吗 这儿怎么发号码 这儿是一百七十九号 小梅 你这么晚才下班啊 你来啦 我来找我爸 那我先走 拜拜 等等 你不是找你爸吗 我想他也很忙 我就不打扰他啦 我今天在风房酒吧 看到你女朋友了 是吗 对啊 他在那边工作的 看不出你这人思想还挺开明的嘛 这话怎么说呢 因为保守一点的男人都不会愿意让自己的女朋友 在那种地方给那么多人倒酒 我说你这个人挺奇怪的 从美国回来还有那种思想 我不在乎 这是他的工作 我没有开车 你一会儿可不可以稍微一段 好啊 没问题 可以看一下吗 随便吧 你今天这么杂啊 披头是贝多芬 你什么都听啊 我喜欢摇滚的 也喜欢古典的东西 今天晚上景家饭店 有墨西菇月的演出 我们一起去吧 披上很不错的 不了 我今天很累 我现在赶紧回家 洗个澡就睡觉了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们再约个时间 最近可能够唱啊 因为公司忙着IPO的事情 我忙得糟头烂合的 有时候想去喝杯咖啡时间都没有 对不起啊 小梅 我今天是约了人的 但是我忙得把这事情都忘了 这样子吧 我待会儿在前面给你下车 你自己打车回去吧 那好吧 你前面找个能停车的地方 我下车了 小梅 你这么晚才下班啊 你来啦 我来找我爸 那我先走 拜拜 等等 你不是找你爸吗 我想他也很忙 我就不打扰他啦 我今天在风房酒吧 看到你女朋友了 是吗 对啊 他在那边工作的 看不出你这人思想还挺开明的嘛 这话怎么说呢 因为保守一点的男人 都不会愿意让自己的女朋友 在那种地方给那么多人倒酒 我说你这个人挺奇怪的 从美国回来还有那种思想 我不在乎 这是他的工作 我没有开车 你一会儿可不可以稍微一段 好啊 没问题 可以看一下吗 随便吧 天这么杂 劈头是贝多芬 你什么都听啊 我喜欢摇滚的 也喜欢古典的东西 今天晚上景佳饭店 有墨西菇月的演出 我们一起去吧 体质很不错的 不了 我今天很累 我现在赶紧回家 洗个澡就睡觉了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们再用个时间 毕竟可能够唱 因为公司忙着IPO的事情 我忙得糟头烂合的 有时候想去喝杯咖啡 时间都没有 对不起 小梅 我今天是约了人的 但是我忙得把这事情都忘了 这样子吧 我待会儿在前面给你下车 你自己打车回去吧 那好吧 你前面找个能停车的地方 我下车了 小梅 过两天我请你吃饭吧 真的 这个是你说的 我会一直等着你这顿饭的 如果你过一个星期 还没有动静的话 我就天天缠着你 拜 那还有什么台湾呢 还有什么台湾呢 你来啦 对不起啊 让你等我那么久 你看我真的忙糊涂了 只能把这个约会忘了 你就一直在这里等着我 对啊 我知道你会来的 你看你这不是来了吗 那你怎么不打电话给我呢 我不想打 我怕我打了你说 让我别等了 我会失望的 你啊 什么东西都没点啊 就坐在这里干的 好 小姐 进去的是吗 麻烦你给我们一壶红草 好的 先稍等 谢谢 你就一直在这里等着我 那这几个小时你是怎么过的呢 我就坐在这里啊 我心里数数 数到十 你写就会来了 结果不零 我就数到了二十 也不零 结果我数到一百个一百的时候 一睁开眼睛你就来了 对不起啊 没关系啦 你看你这不是来了吗 还有一下我们的红茶 请慢用 我来 这个是我向你赔罪的 赔什么罪啊 不要这样说嘛 你怎么不说话啊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嗯 那吧 你以后想找一个怎么样的男孩子 做你男朋友呢 像你这样咯 好 音子 应该怎么跟你说呢 我这个人曾经唱海南威水 因为有过小云 所以我现在不太容易 再爱上其他女孩子 而且我已经习惯了 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我不想轻易去打破她 你明白吗 明白 我是说像你那样的 我又不是说你 那我就放心了 你觉得皮特怎么样 皮特 你不知道我跟他是仇人啊 这个仇人这个只眼 不是随随便便可以用的大小姐 他只是做过一些错误而已嘛 改一下就没事了 跟何华 皮特对你印象不错的 他常常在我面前夸你的 夸我 我又不喜欢他夸我 皮特这个人其实不坏的 我从小跟他一块长大 他的优点缺点我都很清楚的 他小时候的成绩一直优于我 所以他在美国的发展真的不错 我还觉得他的前途会比我好呢 你在说什么 我不懂你的意思 都把我搞糊涂了 怎么跟你说呢 我就直接跟你说吧 皮特想让你做他女朋友 他偷我帮他说情 我就想如果你要找一个 条件好一点的男朋友的话 皮特倒是可以考虑的 他各方面的条件是不错的 有美国的国籍啦 在美国和香港都有一些生意跟房产 他最大的弱点就是 有时候意志不够坚定 但是这一次呢 我看他的态度是很认真的 我看得出他是想在国内 好好找一个 可以长山四手的女孩子 你怎么了 你不喜欢听啊 然后我以后不再说这一句话 好不好 你别这样了 你这个怎么这样的 这没劲 考鞋 来 喝酒 不行 真的不能再喝了 下午我还要去考试呢 考试 考什么 驾驶员培训考试 怎么你忘了 不是你让我去学的吗 那怎么能忘了 高鞋 这次我们元素 能够拿下你们 亚装广告的制作和发行 全亏了你的观照 这一点我无畏心理 是最明白不过的了 来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请你一定要收下 你这是干什么 不行不行 这不可 这是你应得的 车过两天我叫我们公司的人 帮你开过来 也不算什么好车 你全当开着玩吧 这你让我怎么好意思呢 不行不行 一点点小意思 以后我还要请你们多关照我们 以后我们合作的机会还很多 如果一期广告做得好的话 还有二期三期 我们公司的广告计划是非常大的 到时候反正大家在一个锅里吃饭 好 我喝酒 这就是我们这个广告的创意 我们要在这个广告里突出人物 通过人物的魅力 来表现我们所要宣传的产品 我觉得你的创意很不错 只是有几个细节问题 我们再商量商量 好 我很想听听您的想法 你看啊 请 再见 你是搞文学出生的吧 对 写过小说 写过剧本 怎么 给你看出破绽来了 没有 你们搞文学的人 表达方式就是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我也说不清楚 你以前写过什么剧本 假如《摩圈》还有《生死信号》 《摩圈》 我看过这个片子 其实我还写过一部很重要的片子 是吗 什么片子 丛林 丛林 丛林是你写的 真没想到你就是丛林的编剧 怪不得我总觉得你那么面熟 你也真成得住气 现在才告诉我 你也真成得住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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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